我們要報告的是販賣機的喜好調查 我們動機是就是學生就會有自己喜歡的東西或是不喜歡的東西 那這些商品有的會供不應求 就是太多人買 但是有的又會就是完全沒有人買或是放到過期 然後我們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去做了一個喜好就是商品喜好的問卷 然後去發放 然後來整合大家的意見再做成報告 好那我先來講一下我們執行的過程 就是我們一開始就是打算說要發放問卷 那一開始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問卷到底要怎麼發放 就如果要用紙本問卷的話會比較不環保 而且比較難統計 因為學校就有很多很多樣的 就是要發到太多問卷就會造成 如果要手就是用人力來統計的話會花很多時間 所以最後我們是決定用電子的問卷 然後我們有去問過老師說有沒有辦法幫忙我們 就是用學校的名義來幫忙我們宣傳 就是我們有跟那個合作社的經理 就是跟合作社的經理談過 那他是說就是比較沒有辦法讓學校來幫忙 然後如果想要讓我們的問卷產生影響力的話 就是我們把問卷的結果傳給廠商 但是廠商他不一定會採用 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個當作參考的興趣 就是希望到時候這個問卷收集到足夠的問卷數量以後 讓他傳給廠商 可以讓廠商去參考來挑戰 然後我們要調整他放的商品種類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目前調查的結果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目前調查的結果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其他同學的反應 就是他們希望增加什麼 然後沙拉蟹肉吧 就是就是很多人想要希望增加的 也有同學反應希望股貨平地高一點 還有說要移除性能動作的 跟希望人家很亮眼還有絕對力 和每次炸雞球 就是我們的麵包類 較多的有奶油軟化 巧克力蛋糕 草莓跟巧克力吐司 然後還有藍莓寒天費果 然後其他食物是玉飯碗跟茶飲 就是綠茶紅茶銷售量比較多 然後豆干最少 豆干就是沒有人買過 就以我們的問卷資料來寫 往上回 就是 豆干 沒有人買過它 一周零次 就是 但是就是 但是就是 以我們的問卷來說 就是以我們的問卷來說 我們樣本數只有26 然後從多一年級的 所以那個 樣本數不夠多 然後 我們的影響也比較小 就是廠商不一定會停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時間很趕 對 所以我們下次應該會 留長一點的時間 然後問多一點的人 收集更多的數據 然後呢我們發現那個販賣機啊 就是很多商品 但是都不一定都是依照的同學們的喜好 然後我們也會遇到像是我們只有26個 那樣本的樣本數 這樣本數明顯的就很不足 然後 就是我們發現了那個原來 發放問卷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然後在整個喜好的時候 有些商品就是沒有人要買 然後有些商品就是 帶人都很喜歡 然後我們希望這個喜好的調查 就是能夠可以讓那個販賣機 更更貼近 就是我們的需求 然後也比較不會讓 造成浪費的問題 那我們呢 報告就到這邊 謝謝